这里是我的家庭的城市 所以真的是很特别的感觉 这就是塩滝窯 昔是这个窯有7个窯 摆得到材料 真的吗 超摆得了 珍珍的阿玛的家 阿玛是在这里送小钱的 我小的时候来这里 所以我和我的记忆分一样 我非常喜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现在想去的那条很感动 夕日がすごい綺麗 夕日が綺麗なのは その前面が綺麗だからこそ だからこそ夕日が綺麗になる 我们可以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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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妈妈 今天我来到岩手 我今天我要去阿玛的家 然后呢 我的阿玛的家 都是妙跟全室进家 所以呢 今天的机会就是 我要去阿玛的家 Let's go 好 我们要去新冠县 这个是東北新冠县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グリンシャー 是比较高级的 耶 那我们进去吧 五十五三五四的大学 那我最初会对新冠县 我都那么真真心 巧思想 monet 这一 Sec 五五十五 和呢 像电器 一番男性 好多的 像男性 就是超值得 我们要去岩手 然后两个年中够是 7个月的好不够 但是我们要去阿玛达城 所以我们很开心 而且我们可以见面 加点啦 哇 这边来的啊 超高的 Manna的弟子 的 Mizu Mizu沙 我真的太記得了 我小時候很辛苦 我太辛苦了 我太可愛了 我們去吧 好,这里是我的阿玛的妹妹 大家是金珍 所以我的妈妈的侄子和叔叔住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是饭主さん 这一面一面 这是鞋子吗? 这个是鞋子 这一面的力量 最美! 漂亮! 很漂亮 我們去台灣 謝謝 哇,很厲害 多少錢要放在這裡? 什麼? 什麼? 50元 啊,我剛才放在這裡 5元加100元 100倍5元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 那个气氛是很紧张的感觉 其实是我的家庭的城市 所以真的是很特别的感觉 刚刚跟那个家庭聊天 然后呢她说 现在那个看女生的点数越来越少 因为如果没有儿子的话 如果有儿子的话 如果她们不想像的话 有了完全没有 这个山神 山泰神 然后是玛塔神兽的人 这就是第一次 在真正的角度上 这就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 這是潮滝窯的 以前有7個的財寶 有7個的財寶 被埋棄了 如果生活有困難的話 你必須財寶 建造成績的財寶 7個的財寶 有4個的財寶 有4個的財寶 有3個的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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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4個的財寶 接下來是購買的 這是什麼時候的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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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寶 真的嗎? 超財寶 我把身體給我 我把身體給我 這是什麼時候的財寶 財寶 是財寶 我幫你 我幫你 我幫你買的財寶 我幫你買的財寶 是財寶 而且很漂亮 很漂亮 4種類 有4種 有意味嗎? 有意味嗎? 沒有意味 我喜歡的財寶 我就喜歡的財寶 超重的財寶 就知道 有意味嗎? 不喜歡的財寶 是財寶 就是財寶 有意味嗎? 有意味嗎? 注意 真相機 就是財寶 我的妈妈的一督就是圆祝さん 然后那个刚刚的 我爸姓是李吉祝这样子 拜拜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二间就是 珍珍的阿嬷的家 阿嬷是在这里松少圈的 因为我的阿嬷的爸爸跟妈妈 还有珍珍啊 天堂连的我墓在这里 所以先拜拜 我的妈妈一直都说 小的时候在这里玩啊 有很好的回忆啊 所以我的妈妈很高兴 我小的时候来这里嘛 所以我跟我的记忆分一样 我把阿嬷看起来 超大 我把阿嬷看起来 好多的 我的妈妈 是什么呢 我找到了 我的心里 I don't want to hold on to for the most I don't want But this all just hits me like a rock Can't wait to get home 我禮堂师傅里边 哇 妈妈 妈妈 第三间的话 我的阿妈的弟弟的妙 因为我的阿妈的妈妈跟爸爸的骨头是刚刚的庙一半一半 所以在家里也有我的阿妈的妈妈跟爸爸的骨头在家里 所以一定要拜拜一下 后面的是很有名的政治家的お墓です 通过来就像这样子 那儿到家里和我童彻出的 拥有成果 我的阿嘯 今天通过来了 我店呗吗 今天也是在家里的大便 每个晚上里也有的 多个年来 每个月在家里的집季篇 对 大型水 这个背景 這就是東北的特依舊 所以在冬天 就在冬天 就在冬天 在冬天 在3.17年前 在冬天 都在冬天 所以 在冬天 都在冬天 很棒 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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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特定 哇!很燙啊! 謝謝!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 我真的現在想哭的那種很感動 因為我的阿嬤跟哥哥的弟弟的關係很好 所以我也來過這裡 然後真的不知道現在想哭的那種很感謝 謝謝 現在是LINE的朋友 LINE!LINE的朋友變成了 拜拜! 謝謝 拜拜 好!結束了 很感謝家蓮 真的很開心 因為好久沒來家裡對不對 然後今天知道很多東西 還有很多我的阿嬤的事情 我的阿嬤變成天使之後覺得 沒有那麼多機會來家裡 然後今天的話很開心 家蓮對我們很好 我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去珍珠 然後那個超大おみくじ的時候 努力は実了 然後最後密室的感想 夕日がすごい綺麗 夕日が綺麗なのは その前が綺麗だからこそ だからこそ夕日が綺麗になる それは人間と同じで 私たちも努力をすることで 最後が美しくなれる なんか 我覺得 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很感謝 然後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按讚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フォロー 我的インスタグラム HELLO 那下次的影片很好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喔 下次見 拜拜 本日もJR東日本をご利用下さいまし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